自信大姐来相亲 开口就要老头还四万块外债 如果不答应这个条件 咱就立马拎包走人 这是谁给你的底气啊 是梁静茹吗 那大爷能答应他吗 中老年人相亲各种各样 奇葩事情绝不重样 老铁们点个赞 东瓜带你们往下看 你干嘛去了李叔 你敢让我拿 李大爷放铃69丧哦 别看老头头发少 一年挣十来万钱跑不了 家里七场地都是老头一个人在打理 看起来活来都能和村口老黄牛比一比 听说红娘要找他谈一谈 立马从地里骑着保着把家还 三下五出二就洗了头 洗完了半个澡还汗直流 老头这小速度比家人们的点赞还快 完之后就把红娘往院子里带 这不这边四个楼子吗 你看看吧 这些四个楼子 那边俩 这些小房子可不是私人盖的茅房 而是老头每年丰收的包米往里藏 这万一要是留着吃也麻烦 到老头入土也肯不玩 这楼包米里边能有多少啊 两万块钱 这往这一粒就两万块钱那边钱 都有 两万里多呢 那你今年中了多少包米 这一楼包米就能卖两万 东瓜我搭眼一看 然后用双手掐指一算 今年怎么算也能挣十了万 这在十里八乡来说 会挣钱的也算是凤毛麟角的了 真是老当一壮啊 老头说了 哪怕租出去也能挣六万多呢 老头明说了 自己为啥比生产队的大黑驴还能干 主要就是自己没媳妇 要是有媳妇的话 谁还费那个劲去种的啊 我说大呀 咱都快七十高龄了 一边要下地干农火 一边还要找老伴 身体扛得住不 老头爽冷一笑 今天就让你们瞅瞅 咱多年来生龙活虎的秘诀 这个边酒 山酒 这里泡的啥呀 路涌 路边 人参 东葱 那个是林鸡 有啥功效啊 都 这个补山掉 你这是在哪块学着的法啊 给电视杠我呢 电视杠我呢 电视杠我呢 哎 电视这个 喝了之后你感觉身体 是中啊 对 有啊 我现在体格刚刚多硬实啊 干活二多岁都不好吃 哦 那你之前大伙儿不也这样吗 也这样 以前不年轻 我们现在不老了吗 你觉得就是你现在身体硬朗 和这些 话说 人到老年不得已 保温杯中泡狗喜 狗喜难挡岁月催 杯中再加点当归 当归不抵岁月刀 人身路边配小烧 老头说了 对于健康这一块 自己花多少钱都不心疼 不信给你们瞅瞅 这是花大家钱买的宝贝 真是老太太趴楼梯 不服不行啊 大爷光是喝酒 都这么讲究了 那找老伴的要求应该不会低吧 你们女孩子吧 得以这个帅哥 这名为吧 哎 帅哥得以美女 就这个意思 还是想找个好看的 老头和年轻都一样 大爷这少男知心永存 人到花甲 那也得浪漫一把 我说大爷 这是相亲电视台 可不是那许愿台 要找年轻的 还要找郡的 那是要靠实力说话低哦 要能给我赔的子 要楼跟武术给他治个头 不要楼要钱 我给他十万块钱 我有这个思想 不耍人 我实际会赢的 只要长得好看 啥活都不用你干 票子也不用你赚 你把大爷照顾好 大爷把你当快保 看来老头的收入一定不少啊 你一年收入能达到的话吧 一年收入啊 一年我保就十万块钱 一说起收入 老头十分得意 直接跟红娘看白了 大爷我也是赚钱又方 是个不差钱的主 我爸二十多年了 办这个 完了慢慢的抬利息 抬利息 对对这 这一币滚力 这些年我忘了放钱 高个都是合计的三多万 这些年往来借钱 对利息 你自己能得着的 对 那你能赖自己 能有的几十个吗 连借的 在格恩吧 家有的 有五六五用 五十个 好你个老头 你还放贷呢 一年利息都是三万 那得放多少啊 咋看就有点像高利贷了 这可是违法的 大爷咱还是金盆洗手 别干这个了 不然可就麻烦了啊 既然老头不差钱还有钱 红娘马上联系到了 家住不远的女嘉宾 我是红娘小李啊 啊姑娘 省大姐放零六十四丧哦 干保洁 月收入三千家 目前暂时在闺女家住 大姐保养的还挺好 就是毛发有点少 出门在外 眉毛不带 小腿一卖 谁都不爱 就不知道是不是大爷的菜 省大姐是没房没老保 没存款 典型的三国人员 要说这红娘也真都调皮的 咱李大爷有钱 而省大姐缺钱 你是想让他们俩取长不短呢 还是想让老头来扶贫啊 省大姐也算是一个苦命的人 为了给老伴治病 花光了所有积蓄 最后老伴还是嫁喝西去 落了个人才两空 现于今 大姐就想找个有钱的老头 给点甜 不对 是给点钱 应该找的话 你觉得其实这个债 是想让地方帮你还 还是看他自愿 如果不帮我还的话 那就不能结合在一起 既能就说是跟你相处 也不想让我帮你还这个债 如果让你自己去打工还的话 这你能干吗 这你能干吗这样 这种的那就没有啥意思了 你说错完了 我再出去打工分开 你说咱的年纪一年比一年纪大 那我再往处走 就没啥意思 大姐别说了 咱也听懂了 说白了就是 没有合适的老头就去打工 有合适的必须帮你还债 有合适不帮你还债的也不行 总结一句就是 看上你那必须帮你还债呗 这是不是唱戏的不看剧本 属实有点离谱啊 咱小红娘也是本着 宁差始作庙 不毁一桩婚的工作精神 准备安排两人见面 那见面后会发生什么呢 咱们接着往下看 现在还能有四万来块钱进用 你这个条件不行 那咱就免他了 大姐相亲有多直接 要想和他好 必须先帮他还清四万块的外债 老头才不惯着 结局大快人心 李国处 要沈文华 沈文华 两人见面后 对彼此还都挺有演员的 我丑得挺有演员 已经见面发生 不熟 熟就 你跟他发生什么 对不对 感觉咋样呢 你当大妹子呀 我不 你当大妹子感觉咋样呢 你先说吧 这到你家一样了 感觉挺有演员的 反正就是说 不惜了解外表 就是说还行嘛 丑丑大爷的这个笑容 好像是有点没锁了 想想也是 老头十几年没接触过女人了 那心情就像哑巴捐了黄金 心里说不出的欢欢 这大妹子就是我的菜 而大姐的态度却有些不冷不热 原来大姐的心思不在这 人家正忙的算账呢 大姐啊 咱四个不也是寡妇感急 要钱没钱要人没人吗 话又说回来 这七场地就算老头自己不中 包出去一年也能挣六万块呢 想不到老头是残宝宝的嘴 出口成诗啊 了解了大爷的实力后 大姐也不算账了 直接就给大爷提条件了 反正我现在就是给我老伴 治病有点金融 有多万金融 现在还能有四万块钱金融 我就是说不找老伴呢 我就自己出去打拼 我也能还上 我要早了 要结合一起 所以 所以咱俩在一起过了 我再出去打工 行 我也能还上 真是二流子披下纱 假装啥正性啊 知道自己欠了四万还得相亲 这不明摆着是来找冤大头吗 你咋不先打工把外债还清了 再来相亲呢 老头又不是地主老财 上来就让帮忙还四万 人家又不欠你的 好人有没有 假说你是好人 你是好人 要坏人打拐的 人都信不实了 过三天两早 或者一年半年 撩 人钱两口 金融货 五年开外 老头也是人间清醒 虽然没有明说 帮大姐把这还了 万一到时候人跑了咋办 到头来人才两空不说 自己连哭的地方都没有 当大姐听到 要跟老头出五年后 才帮忙还债 马上就像炸了毛的狮子 疯了 不可能 那我得打工 你都借清楚钱 你说大哥 比如说要借你钱 我得五年以后再还 那能是那是 那不行 那一借就用 那你说 我要干你钱 说我的那个什么 我那个找老伴的 这其他不给我还 我还不能出去打工了吧 五年以后再还你 乐意吗 你也知道着急还钱 可这么着急 你咋还有时间出来相信呢 我看你就是钱串子脑袋 见钱眼开 他这一说话一出口 他这眼比较是挺 前秀 不是大方眼 你就跟他过耳朵 这眼也不像 什么秀 前秀就拿钱 拿钱那个啥 那个办回事呗 不是那个大量眼 那人要不拿钱办回事 人能攒着得正对 不是你攒一钱攒一钱 你要如果把老伴 你该花的 你必须得花 你要是说你说舍不得给花 那你就不能办 真是不起眼放屁 咋想的啊 人家老头辛辛苦苦攒的钱 已经答应帮你还饥荒了 就是晚一点帮你还 你就说老头小气 真是苍蝇叮菩萨 没一点人味 人家老头把你当老 你把人家当二傻子了 咱也不是骗钱 啥要骗钱骗 你钱我过两天办 我过一天我得走好你 我说那不是你骗钱 你是好言 要那些拐的吧 因为姓潮 你得一个 得处处 你是说这个条件不行 那咱就免他了 那干脆就是 没有玩下谈 那人家挣钱也不用 我这人可不是出来骗钱的呢 你肯定不是来骗钱的 你是打着相亲的 谎子来要钱的 这炕口还没坐热呢 就让老头拿出四万 来帮你还债 还整得那么理直气壮 好像是老头欠你的钱 这种人 那神经病 臭不了脸 正所谓 做人不能太极端 树立正确婚恋关 要想迎来第二春 那就不能太败金 好了 今天的相亲就到这里了啊 我是爱你们的东方 咱们下期见 么么的 那